好 再來看到在屏東新園鄉 有一間網咖遭人丟職了爆裂物 那麼嫌犯是離職員工的男朋友 他先向網咖的老闆娘勒索20萬不成 拿BB槍射擊老闆娘的轎車 然後又丟爆裂物 造成三名客人受傷 8月8號清晨嫌犯衝進網咖 對著客人丟不明爆裂物 一陣一陣的火花 嚇壞所有的客人 連店裡的小貓也嚇得躲到桌下 那天8月8號 那天去丟炸彈那天 就是因為我出現在店裡 他就進去丟炸彈 炸彈就是爆開以後就是很多煙 也不曉得它是怎樣的炸彈 是鞭炮還是炸彈 不曉得啊 就爆裂物就對了 蔡新嫌犯是網咖禮職女員工的男友 因傷害罪被通緝中 7月底網咖老闆娘就連續接到 嫌犯勒索20萬元的簡訊 老闆娘不理會 沒想到8月1號就接到了恐嚇簡訊 8月1號凌晨 就是說他要出招了啊 我現在向你宣戰 我要出招了 隔天8月2號 嫌犯就用BB槍射擊老闆娘的用車 8月8號又到網咖丟爆裂物 警察上就很痛苦啊 不想出門啊 一出門他就又來丟炸彈了啊 因為很多人都有看他在那個村子裡 進進出出 為什麼他會抓不到 當事人所跟我們提供的資料 是認為說當事人跟加害人 是有債務的糾紛 那當事人沒有獲得解決 所以才發生後面的連續的狀況 那我們經查證的結果 加害人的部分 目前是一個菜性的通極犯 那我們百分之幾呢 正積極的來查氣當中 老闆娘無奈警方扮演效率賣 因為只要閒飯一天沒落網 他們就無法安心生活 民視新聞紅民生屏東報導